鹿谷茶香媳妇吴柳燕感受在地茶与竹粮产业之魅力 921大地震后,从学茶艺以及竹编竹艺开始 20年来不但获聘社区大学讲师 也曾荣获南投县竹工艺竞赛首奖 吴柳燕表示,手工竹艺包 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艺术内涵与传统工艺的精粹 从贵地加来鹿谷香有村的吴柳燕 专精足以拼布的教学与创作 虽然没有欧人学历,婚前陈是护理师 婚后则参加鹿谷农会讲习 投入鹿谷生活茶会行列 与姐妹会员切磋茶艺 同时鉴于茶、竹是鹿谷两大特色产业 因而动起竹编念头 从坎竹、削皮到编织 在侧上花布成茶杯套 各项工序都一手包办 吴老师表示,地震过后 鹿谷香内有许多竹编课程开办 也因此开始接触到竹编 随后又学习了拼布 并将拼布与竹编结合 成为了竹编包 而这也让竹编从传统转型为现代 并以现代的复合技法 将传统的手提竹篮 要升为时尚的手提包 其实最早就是说因为地震后 都有一些竹编的课程 然后让大家学习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接触竹编 然后学完竹编 因为带小孩子的关系 所以后来就换去学拼布 竹编的话 其实就是我后来就是跟拼布结合 做竹编包包 竹编包包实话 因为在竹编包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在竹编界 竹编包包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 因为他帮竹编 从一些生活用品 转化成我们的高级的用品 这样符合我们人们生活 所需要的用品 然后目前竹编就是这样 然后后来就借助茶之后 就再将竹编再转化成 做竹编的茶笼 因为可以做 里面可以放杯子 然后符合一些茶艺人士 他们有时候出门 都会带一个小茶杯的需求 甘蔗吴老师 一起学习竹编的学生表示 竹编是露骨当地特色 竹编也是老祖宗的智慧 同时也是一项环保材质 这次透过学习 同时加入了时尚元素 成为生活中可使用的器具 今天很开心来 刘彦老师这边学习竹编 竹编是我们这边地方的特色 然后也是这个竹编 也是流传以后老祖宗的智慧 除了这个传统以外 它其实是一个很环保的材质 我们看我们在使用上 其实没有任何的 不可以分解的东西 所以一切都可以 它是来自大自然 最终也回归大自然 所以它是一个很环保的材质 那透过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竹编 然后我们也加入一些 时尚的元素 然后它是一个生活上 可以日常使用的一个器具 然后让这个竹编更接近我们的生活 2007年以红与黑作品 荣获南投县竹工艺竞赛首奖 这件欣赏着眼中充满神明高贵 兼具古典时尚的提包 与帽子的结合 突破传统创新 吴老师表示 这件创作的动机 期望有朝一日 古典时尚的竹编包 能够要上时尚舞台 展现竹山路股特有的竹子天生 优雅气度 结束我们 对 对 感谢观看